由亚洲机器人联盟主办的2012年亚洲机器人大赛日前在新西兰结束 200多只中学生队伍在三天的赛事当中尽显身受 这也是亚太地区最具权威的中小学生机器人国际赛事 参加本次比赛的有来自中国 韩国 新西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以及香港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230支代表队 规模创历史之最 他们是从6000多只队伍中选拔出来的 今年比赛的主题是夺垒骑兵 选手们自制铲车机器人 然后编程控制它 在两分钟内通过搬运 拦截 抢夺 看谁投入仓库的杀包数最多 从编程设计到赛场战术 不仅需要学生们具备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 还要考验他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此次大赛共设有28个奖项 中国队获得金牌总数第一 新西兰和新加坡紧随其后 来自中国福建的福州第三中学独占凹头 夺取了5个奖项及团体金奖 再次成为获奖最多的学校 据悉各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将参加明年4月 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赛 在美国举行的文化里面 再次成为获得多的学校 最后一期的冠军获得多的学校 中占市场计划 准备的所有课计上